童韋你的俄導體 靖南博銚 靖南博先驅嘴 靖南博 鄧威 很好 我們因為在座 我是本的學者跟朋友 所以大概 本來我的想法 有些部分能用韓語 看起來是很困難 請大家諒一下 我們再過一分鐘就開始 請大家就座我們 在開始之前 我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這場新書出版的人氣 主要是國家人權館籌備處 在去年 我也拖了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 就是我 我做業出席 然後我們就在學校 還有台北市的紀州安 連辦了九場高鐵 九場白色連帶的道德者系列獎座 邀請很多人 在白色連帶 各種不同經驗的 有的是受難者 有的是學者 來為社會大眾演講 這高鐵這九場都非常的風洞 每一場都都坐到晚了 參加的人 有相當多都是年輕的孩子 十五歲 古中心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一直到二十五歲 的這個 膽心 那他們有的呢 晚上 來聽 那是白天 就到地法院去的 我記得有一場 有一場是這個 碰到了 碰到了 在地法院的 學生運動 所以有的是 早白天 在地法院 晚上來聽 聽完了回去 靜坐 所以我覺得那個意義比較大 就是傳情 讓台灣的年輕人 下一代 了解到 人權重於一切 沒有人權 不會有民主 不會有自由 所以 這個 他就是這樣一個 因緣 主見的因緣 所以有這個活動 我把它按下來 OK 那今天我們主要 三月 都是這個書裡面 重要的作家 他們都是是講座 那姚家雲老師 他是考試院的前院長 大家都很了解 他的經歷 非常的輝煌 但是比較不為大家 所知的是 他以台灣七色記 在美麗島事件 他被抓進去 關了之後呢 他沒有 沒有萬物 沒有萬邪 也沒有怨可 他就靜下來 寫了 台灣七色記 那這個台灣七色記呢 可以說就是白色恐怖 五天台的最主要成果 因為沒有一個受難者 寫的這麼大的一部書出來 那今天他會跟我們 暫時跟我們談一些 我不要強調的是 這一套書 讓他也從政治家 變成文學家 他用台灣七色記 得到烏山榮獎的肯定 文學獎的肯定 這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程 那這邊的他的介紹 就不多談了 考試院長總統府執政 民進黨主席 目前他是兼任教授 還在教書 那他今天 帶來他的著作 已經都送完了 拿到的人算是幸運 得到獎王之後 大家再來請他簽名 好 那這個是我們事先做的 他大概會談這一些 好 那接著是 劉豐松老師 劉豐松老師 他當時呢 劉豐松老師也是 他也是威權人帶 受到政治上的嚴重拓擺 只是因為他講出了 在別人來 在國民黨來看 是不能講的 可是是他的真心話 那 劉老師也跟 姚家文老師有一個共同特質 他們不把監獄當成苦勞 他們當成磨練自己的地方 而且坦然接受 他們知道 他們的言論沒有罪 可是在那個年代有罪 所以他們接受 接受了以後發展出自己的 新的天地跟天空 所以 在演講之後 竟然很清楚在台北 他說這是他 做人男人有這種的行動 那一天他聽了很多人感染 那他的剪接在以前 他最重要的工作 在我來派 是在張燕縣當托斯館長的時候 他見了台灣文獻館長 那這之前呢 這之前台北縣文化中心主任 這兩個工作使他被台灣文化做出很大的動線 如果各位有碰到台灣文獻館長去看 就會看到他當年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好 那今天他要講的大概就是 他當時的參賽經驗 黑日記如何書寫 以及出獄之後他的選擇也算對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張燕縣老師 好 我覺得高興另外請到他們三位 三位都是台灣 比如說在借延威權年代 用非常堅定的意志 去對抗當時的威權統治者 那張燕縣老師呢 他對台灣文獻館 我們今天是台灣文獻館 最大的貢獻 就是他可以說是台灣文獻館最早的耕耘者 他是領頭羊 不是領到最後領到日本去 但是到了日本之後 他也沒有因此 就受到任何的錯覺 他繼續 而且他參與台語運動 他大概也提到 他用台灣黑名單的歷程來講他的興建 張燕縣老師的簡介 大家對他都很熟 他是我們台灣第一所台文系的主任 就是真領大學台文系創新的主任 目前還是真領大學台灣文學館 資料館 台灣文學資料館的榮運與廣場 好 那今天我們的這一場 就即將開始 我想是不是容許 我祈求大家 我們大家站起來 為這本書也有的 張燕縣老師 前國師法官長 莫愛一位做人 請大家 莫愛 請 youth 只要是 幫我 好 今天我本來到南部來之前也擔心 因為在前天我上網看 只有五個人報名 好 要嚇死 兩個人已經不死了 所以我就趕快拜託館長 然後拜託南部的一些訪問 每一個人都很努力的幫我去發新聞發消息 媒體也一樣幫忙 所以今天我們才有這樣的人數 我也很高興也很感謝大家 我們剛剛為張連鎮館長莫愛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曾經為我們台灣的歷史和文化 盡到很多的心力 那他的處事 孤蘭堅落實 當然跟他用了太多的心力 心力叫做有關 跟這本書有關的時候 他是這本書裡面收的這篇稿子 就是他的最後一篇作品 這本書另外一個呢 他也是一個 也就是說是訂定者 因為有些稿子要經過 我們會交給他 請他給我的意見 他給的意見 也是他一生最後的 也可以叫做疑信 也就是給我們的信 在我們那邊也有 所以我覺得我們出這本書 而他已經不在地上了 但是我相信他如果地下有資 他也會很欣慰 那接著呢 我想 我們要請 這個 國家人權館 籌備出的王主任 王一群主任 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請大家鼓掌 歡迎王主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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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的各位回賓 包括啊 就是非常感謝 我們 南海全館 一共有這麼好的場地 感謝孟晚長 還有我們 委員長 跟 張老師 跟我們的 孟前主委 剛剛的 一分鐘 其實心情非常非常 我記得 我剛到 國際館準備出的時候 張雁天老師 非常的 照顧完備 特別來到 我們的辦公室 對著我一些基本的啟念 然後也 希望 我在這樣的一個 位置上面的服務 應該特別注重 一個台灣人 跟過去曾經失落的 口述歷史的一些人 這是一個讓你愛上的事情 那今天從 台北 做的高鐵 下雨 高鐵外面 10月的 1月31號 10月底 我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 家人庭院 飽滿的 稻 交織成 非常努力的 黃綠合的地 我的心情很複雜 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台灣這麼努力的土地 這麼努力的土地 為什麼那麼多 哀傷歷史的世界 這樣的哀傷歷史的世界 為什麼我們知道 怎麼會是這麼努力的 我1970年 復生 對白色彭幕 我來到這個 醜貝處 這個環的時候 我是非常的陌生 我們在過去的醜貝處 成立三歲 比起所有 承擔機關來說 我們非常非常的年輕 年輕的三歲的機關 在過去的三年中 我們努力很多事情 包括 所有台灣 三大政治上的整團體 不管你的思想 或左或右 或疼或獨 全部投身在 跟人選管共同 歷史真相的追求 跟口試歷史的發言 人選獎堂是我們其中 非常重視的一個活動 我們延續了三年 每一年都不間斷 台北教育大學 向陽老師 所領的團隊 幫我們打開了一個 全新的局面 他邀請了所有 就是不僅是患者 而且在文學方面 在學術方面 都非常有基礎 有論述 有思想的 撰術者 跟你講者 幫我們過程 一個非常完整的課程 不僅在這個內容的加實度上面 成績的 我們去年 由楊翠老師 所幫忙 我們規劃的 後來也出版了 稱之為烈焰銘歸的 第一部 我們的雷娟獎堂文集 還剩人再到過程 是第二部 所有這些點 第一連切 包括我們所有的出版 對於南部的朋友 尤其特別 只要少有機會 到台北參加我們活動的朋友 我們都放在 國家人權 國務館 籌備出的官網上 我們全部是用電子書的方式 包括這一本 已經放上去 所以我們想要說的是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還有 幫每一位政治受難者 所拍錄的 一個人 25分鐘 進入電 此刻的心情 非常複雜 25位的受難者紀錄片 其中一位 今年93歲的周幸福先生 也是在大小間 借過他 按了彼此的消息 人權館 在那時的比賽 我們在追究一個事情 把歷史的真相 跟所有活出歷史的部分 要教育給我們 下一代的記憶 非常非常非常好 他剛剛提到 九場講座 把所有的交點 從人員館 帶到台北市的紀錄安 跟市中心的台北交易大學的獎 全部吸引了 將近一千兩百多位的 市場參與 這個部分 達到了一個思想傳遞 跟所有受難者 苦情案的朋友們 所為這份土地 利用事充獻的 價錢的一個 傳遞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連結 最後我想說的是 除了謝謝向老師 跟各位美股師之外 今天參與 非常謝謝你們 我跟所有的受難者 還有向老師 跟幾位長者 都一樣 我心中的有問題 國家聯合館 就會出三年 到今年 我們到錦美跟綠島 所有的參觀 其實今年可以突破三十萬 我們每年都在成長 但是不夠 我要拜託各位 我們有願望的夢想 只要是台灣人 只要是台灣人 你出生在台灣 你一輩子一定要去過一次聯合館 這是我的希望 我希望未來的十年 你真的要堅持到 每一個人 一輩子一定要去過一次聯合館 這是我的希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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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主任 他講的 我也很感動 因為其實 那句話的意思很簡單 只要你是台灣人 就要去過人權管 的意思 你要確認 人權 是台灣 存在的 真正的價值 存在 有人權 才有國家 有人權 有民主 有自由 那個地方 才會是我們的國家 那接著 我們要麻煩地主 就是 台灣文學館 館長 公務館長 麻煩公務館長 來致死 謝謝大家 謝謝向老師的介紹 還有在座的 對嘉賓 以及 原告從日本來的 這段 值得 各位 大家好 民權館也很同心 有參與站 新書的發表 尤其是 這個 人權館 跟向耀老師 決定 除了台北餐以外 就是台南這一餐 而且在座的 不管是 民館人或在座的 來賓 其實過多不少 都跟文學館 都有相關的 演員 像向耀老師 不用講 還有我們在座 像 鳳慶出風出尾 如果大家知道 文學館 在籌備過程當中 發誌 就是在他任內 都能做的一個決定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讓他有一個發誌 他的身份 大家來累積 台灣醫學 他的所有的資產 像 姚家雲 院長也是 剛剛向耀老師 介紹的 台灣齊設計 他的手高 都捐到文學館 來讓你們在這個演唱 非常具有 這樣的一個代表性 包括之前 副總統 他就副總統來了 跟他報告這件事 那 李副總統就 又想要房校 姚院長 說他可以講 在這裡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 那還有我們 詹文哲老師 也是我們台灣學 研究 這個前輩 不管是我們 中立的親身 或這個 中肇的親身 那 老師都 主力深深 他也幫 這個台灣學 那 接下來我們非常鎮定 一些相關的事量 還有一些論述 那 我在這邊 也不能多說 那 也是 也非常有情 可以 這樣一個 情緒報告 在這邊 來辦理 讓我們 更年輕一輩 知道我們過去 這一段的歷史 那 怎麼樣 藉由這些前輩 我們 不是那麼高深的 或者是 怎麼樣的一個 背景的訴訟 而是 用最具體的 一個開揚 和一個態度 去面對 讓我們的社會更進步 多加更往前走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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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館長 對 我都忘掉了 姚 姚 姚 院長 他的手稿 就是捐在這邊 來 等一下聽他講 你就會想去看那個原稿 在地中 在地中 寫出 那麼厚的 大鋪頭的 台灣小說 那接著 因為剛剛 翁館長 提到了 我們在座 翁主委 翁金主 前主委 其實這兩個有關 一個籌備書 一個關 我想都跟他有關 我們是大家 舞長 歡迎 翁前主委 今天的主辦單位 向陽老師 還有 幸福的工作團隊 還有 姚院長 還有 張英雅澤東教授 國務生理館長 某館長 某館長 以及 我們主辦的 這個 國家人選籌備 就是國館的輔助 王主任 在座的各位嘉賓 今天我本來是陪我先生 游泳松來 我這個當聽眾的 大家是郭部長的 男的姊姊姊部長 但是 真的 像陽先生說 我一定要善來講一句話 首先 我就是 我覺得這個 不僅是微絕館 我們姚院長的首考 在這個地方 那麼 姚院長在金平原田園區也帶過 八幾年 大概八年左右 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在金平原田園區 就用軍事審判 我們有八位 台灣的精英分子 在座的姚家媛先生 就在那裡 其實當時我和劉文聰 我先生 就常常跟他們家屬 到那邊去 要去看他們幾位 就陪著他的家屬過去 所以那個地方印象非常深刻 那 綠島的地方 又是關政治派的地方 還有 南宮貴的疫情專欄的地方 那麼 我們有 這兩個地方 都可以說 在台灣的歷史演技裡面 都非常重要的 兩個 有政治派 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麼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就把這兩個地方 列為人權園區 我有機會 在現場協定以後 那麼前總統 邀我路德 我當成到文件會 其實我短短只有八個月 但是在八個月裡面 我就發現了很多需要整體問題 包括這個台灣文學館 台灣歷史博物館 生活美學館 就是以前的攝像館 還有幾個館色 都是黑機關 所以當時我就和行政院 就提出了一些想法 然後 就是很快的法治化 在我大概半年內 那麼就通過法治化 讓這些公務人員 不再是一個黑機關像 在那裡 沒有辦法正 沒有辦法 他這個有一個正式的地位 那法治化以後 我覺得他們就可以大開大闊的去做 所以文學館在立任的館長 當時我在文件會的時候 我就任正方正來當任館長 那當時就收藏很多 台灣的文學家的作品 那你跟日本跟其他國家 做了很多的交流 我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那個對台灣的文學家 文學界 比如說這個館 包括後續做的也是一樣 就是我發這個 可以說貢獻很多 那公務館長這麼年輕 也是教授 我相信在當任內 會有更大的成就 特別是今天 我們人權的這個白色 今天的這個 白色年代的運輪 對啦 反正能 抱擔到國者 還是人家的到國者 能夠在這個文學館 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 因為他不僅是 人權的詹寫 也是文學家 他們幾位都是 文筆都非常好 文學家 可以透過這個 寫下來 把這個歷史 真的是那個 白色孔獨時代的歷史 能夠記錄下來 所以應該感謝 翁館長 謝謝他 鼓鼓掌謝你們 好 那麼台灣人權營區 也叫做 極美人權營區 我在當任 那個文教會組的時候 總統給我的任務 一個就是 中正紀念堂那個 自由方程 四個字一定要掛上去 我在大概兩個月 我就解決了 完全依法行政 因為文資法就是我祖國 那時候大力修的 所以我依照文資法 然後我們就很順利的把 自由方程就掛上去 都沒有任何紛爭 以前紛爭很大 第二個就是 景美人權營區 我在陳總統要卸分的前一年的 前一天 12月9號 正式掛牌 硬體 延淡了好幾年的硬體 在我對內 把它完成了 那我今天很高興 就是說 不僅是景美人權營區 綠島那個人權營區 也是在我任內重新規劃 然後按照我們那個規劃去做的 那今天也是完成了 成為一個大家去參觀很好的地方 那麼景美這個營水營區 我非常討厭 它設立國家營水博物館 真的是把過去大家一起期待的 就是說它過去是一個政治化 白色恐怖年代 大家都不敢去親近的地方 現在只會有一個蘸選人權的一個博物館 那未來可以吸引更多人知道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權 都應該要別尊重 那在台灣已經走向民主政府的年代 我們更不應該自外實踐 這個人權的保障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它是真正的模式 所以我們很 我看到王組隊 能夠在這三年內 很積極的 來做這麼多的人權的 這些歷史的見證 然後把它清楚下來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 希望今天的這個演講 今天的西蘇化表會 延滿處理成功 謝謝 謝謝翁前主委 那我們就要準備開始 今天我們三位講座 我想因為我們也有時間上的壓力 那麼姚院長好像是3點50 還有事情要先看 那我們目前是2點30 所以我想我們大概每一位老師 就是三位講者 每一位講一個15分鐘左右 因為有一點時間可以跟在座的朋友 大家互動這樣 不知道三位好不好 那有一些 你們要講什麼都可以 老實就跟這本書有關 跟你的經有關就可以了 那書也來 我們有準備10本 就是三位老師演講完之後 如果你舉手發揮 前十位 我們每一個人會送一本書 就是最新的書 沒有拿到的也沒有關係 剛剛王主任有提到已經上網了 如果你要看歷史演講的 也可以在我們台灣 就是我的學校 這個我們有弄一個臉書 臉書上面也有全部的布林檔 好 那現在我們要麻煩 請大家舞長歡迎 楊家琪 主任 在我呢還是要來講一個證書 您三位我覺得要做一個比較讚 好 來 拜託老師 公主委屋 現場 劉慧 劉慧 去找老師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今天是武安人不是招 今天七十八百会这本书 跟别的书不一样 这本书在讲另外一些书 这本是一本书 这是一本书 但它讲的是另外一些书 这书跟别的书有很大不同 这书它作者不同 写作完全不同 内容不同 其实我们在头一本书的价值 列容、评价、看这个书 在什么文件写的 这些书 里面特别像我跟柳洪松 这些都在牢中都会写的 大家都懂得 你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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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在柳的书来讲 里面提到的唐气设计 是全部在头里面写的 牢中写书 有大部分的地方 因为里面第一个 书的资料很少 最后里面有课书馆 除了像上前可以送书进去 也可以书 这些资料有限制 而且书本身在三选 以前也没有网络 可以上网去查资料 所以资料比较会 所以在我们里面写书 是有点不同 特别写历史小说 特别是以前历史小说 要找很多资料 我觉得要写历史小说 主要是因为我对台湾历史 有限续 但是实在讲 因为我是律师 在大学教书 比较好 平常 我在大学是研究法制史 法律史 所以历史也在变成 因为它是一般的 像是台湾史 读的不懂 做完史后有机会 这个做完是个幸福 这有这么多的幸福 也当然用很多时间 看不到你的书 早吃掉 所以我基设计 用绝对用台湾的意思 来写 主要就是说 想用这个时间 好好读台湾史 而且用小说话会来写出来 一般因为我喜欢看小说 一直梦想 说 有一天会做小说家 特别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 那我没有体会 在大学 办公办 毕业要一边教授 一边做律师 开始教育 在美国读社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收集 那边的论语 还要回台湾 准备生务教授 这个时间会比较多 今天这个时间 非常对我来讲 是很好的机会 好好读台湾的意思 把它写出小说 那当中写出 那个环境 是 还有我们做的